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,6月5日,蓝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,该法院通过远程视频方式,依法对杨某某杀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,以故意杀人罪判决被告人杨某某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 经医审法院审理查明,2016年12月15日,被告人杨某某在甘肃省人民医院钢肠科接受直肠癌根治手术,术后陆续出现腹壁切口扇、长沾连等并发症。 其主观认为前述病症是第二手术医生冯某某故意加害导致,蓄谋报复泄愤。 2019年10月22日十点许,被告人杨某某持事先准备好的匕首等凶器,在该宿省人民医院门诊楼三楼C区钢肠科第七诊室内,向正在作诊的被害人冯某某胸部、腹部等部位,连续捅刺二十余刀。 冯某某虽今及时抢救,但因伤势严重死亡。